我们现在来说明小组长要如何选择实验主题 首先你们要先进入主题选择表单 要记得这个表单只能有小组长填写 右边的这个呢是主题选择表单的QR Code 进入选择表单后我们要来填写小组基本资料 填完基本资料后请务必再三检查 因为这个表单每一组只能够填写一次 填写完基本资料后 我们就可以来选择我们想要参加的实验主题 要注意的是每一个主题不能超过20组报名 因此你们不见得会选到你们想要的实验主题 接着我们要来确认学校名称 每个实验主题每所学校只能有一组报名 简单来说如果我想要选择游戏机的物理 但是我们学校有别组同学已经选择这个主题 那我就不能再选这个主题 所以如果在确认学校名称的时候 没有看见你们学校的名称 代表说这个主题已经被你们学校的其他组同学选走 又或者只是你们学校还没有开放填写 缴交完表单后 我们就可以来查看选择主题是否成功和小组编号 扫进去下方的主题确认表单QR Code后 如果成功选择主题 该组的小组长姓名 所属高中和小组编号 就会出现在你们所选的实验主题下方 确认成功选择主题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所选主题的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的代码会由各校队长公布 进入Google Classroom后 请各组小组长依右图所示 到贴文底下留言报道 留言报道后 请去查看报道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 小组长姓名和所属高中将会变成蓝色 报道成功后 报道程序才算完成 以上就是全部的教学内容 谢谢收看